我的平靜 你的光靜嗎 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沒有聽說這件事情 你在電腦拍過她嗎 她也沒有 十年了 完全沒有任何印象 安心亞為新劇宣傳 但近期十年前主演電影 阿嬤的夢中情人 導演北村風琴 攝影指導周怡賢 被女實習生控訴性騷性侵 她表示當時投入在拍喜劇中 這攝影師妳認識嗎 我知道啊 有合作過 不是當事人沒有辦法做 為這件事情做評分 但還是希望哪一方受害者 都可以有辦法好好的療傷 北村風琴沉默一天也終於發生 她說沒想到 讓剛入行的實習生 協助女主角跟女配角 兩個角色的燈光替身 在測試與排練時 造成對方情緒上這麼不平靜 真的很抱歉 她也指出與事實出入的部分 讓人很驚訝及困惑 已交給律師處理 上映時安心亞曾透露露內褲的一場戲 沒用替身 一口氣穿上六條內褲防走光 藍正龍還被問到會有尷尬氣味嗎 北村風琴主動回應 新亞一定是草莓味 如今受害者還爆料導演自願當男主角的光替 看光女方的群下 主動 那時候就是她就是覺得 那個當下 她來讓我踩 我也比較有安全感 因為那個時候我跟導演是真的 滿熟悉的 前面我們已經有拍攝很長的一個時間過程 然後她也跟我很細心的講解 她要怎麼拍 安心亞說當年只覺得 跟大家共同完成各種幽默橋段 對於劇組多年後捲入MeToo事件 無法多做評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